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超级飞侠和熊出没的变形弹大作战 那这一次超级飞侠和熊出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好玩的变形弹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是熊二给我们带来变形弹 他说这次又带来一个非常强大的怪兽变形弹 这时候从天上飞下来了一个和熊二颜色非常像的变形弹 这是什么怪兽呢? 身上长满了尖刺,让我们来把它变形一下 这是它的脚 然后它的手上有两个长长的鞭子 这两个鞭子好像可以用来攻击 然后它的头藏在了肚子里 哇,出现了 这只怪兽两只眼睛是红色的 头上还有两个黑色的脚 熊二说 这是俺的怪兽变形弹 你们又感到害怕了 这时候 怪兽突然对乐迪发动了进攻 乐迪说 这只怪兽好可怕呀 有两个长长的鞭子 看起来好凶狠啊 既然熊二带来的是怪兽 那我要带来一个奥特曼 这时候从天上飞下来了一个奥特弹 诶,这是哪个奥特曼呢?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它的脚藏在了身后 这是它的手 然后胸前的铠甲可以打开 出现了 原来是非常厉害的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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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小心被刺倒了 轮到迪迦奥特曼的反攻了 迪迦奥特曼用拳击 把怪兽打到了一边 然后再来一个脚踢 把怪兽一下子踢倒了 这时候怪兽更加凶狠了 他跳了起来 发动了尾巴攻击 迪迦奥特曼被他的尾巴甩倒了 可恶的怪兽 看我来发动必杀技 他用四拍星母光线 把怪兽打倒了 迪迦奥特曼好厉害啊 啊 啊 的怪兽弹就这样被打败了 勒迪对熊二说 看来你要派出更强大的怪兽才行啊 熊二说 下次我一定要带来一个更强大的怪兽弹 然后就带他的怪兽弹回去疗伤了 接下来是超级飞侠 酷飞和熊大进行变形弹大作战 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形弹呢 首先是熊大 熊大说看俺的 俺的变形弹可是很厉害的 这时候从天上飞下来了一个和熊大 颜色很像的一个变形弹 这是什么变形弹呢 这好像是一只动物 这是动物的手 然后这是动物的脚 还有动物的尾巴 动物的头出现了 原来是一只恐龙 这只恐龙的头上有一个肿包 突然他对酷飞发动了进攻 这只恐龙看起来好暴躁啊 酷飞说既然你派来一个恐龙弹 我也要派来一只恐龙弹 这时候从天上飞下来了一个蓝色的恐龙弹 这是什么恐龙呢 这里可以打开 这是恐龙的脚 这只恐龙有四只脚 恐龙的头出现了 哦 原来是百二级的三角龙 那三角龙和肿头龙打起来 谁会更厉害呢 脾气暴躁的肿头龙首先发动了进攻 他快速地冲上来 对三角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幸好三角龙有盔甲 抵挡住了肿头龙的攻击 这时候轮到三角龙的攻击 三角龙也快速地冲了过来 对肿头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这两只恐龙打到了一起 打得好激烈啊 两只都不分上下 哦 肿头龙不小心摔倒了 三角龙趁机冲了上去 用他的脚把肿头龙撞飞了 三角龙看到肿头龙还想站起来 狠狠地把肿头龙摔到一边 终于肿头龙被打败了 俺的肿头龙 你没事吧 熊大看到他的恐龙蛋被打败了 好伤心啊 酷飞说 我的百二级三角龙可是很厉害的 虽然他平时很温顺 熊大说 我们下一次再打过 然后就带着他的恐龙蛋去疗伤了 那这次又是我们的超级飞侠获胜了 超级飞侠的两个变形蛋好厉害啊 那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变形蛋呢 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